基隆河系直段的自行车步道中心路到南洋桥这一段 在左岸的部分自从做了扎道 可以直通南洋桥之后使用的人变多 只是水泥地砖的扑面 不但骑车容易震动不舒服危险 下雨天湿滑也经常是有民众滑倒了 所以议员审发会从去年就开始争取改铺博油 而现在终于是有下文 市府水利局预计最近就会进场实作 两个月的时间将原本的地砖全要换上博油路面 这是在去年会刊的画面 这里是基隆河左岸中心路到南洋桥的步道 一直以来自行车骑到这里就断了 无法继续衔接 如果要继续就得先要离开步道 弯出去到大同路再走南洋桥 真的很不方便 而现在桥做好了却还是潜藏危机 低头看过去这一段的自行车步道 全都是水泥地砖 真的不安全 但是自从我们去年争取了这个 这个最后的这个杂道 这个到直接衔接南洋大桥的人行道之后 现在这一段的这个自行车跟行人步道 现在变成很多自行车在骑程 但它那里这个 我们这左岸的这一段 它确实到目前为止 还是这个水泥砖的铺面 这水泥砖的铺面不但骑程 非常不舒适 包括它的震动 包括许多的这个水泥砖 都已经破裂了 现在使用率变高安全把关更重要 所以从去年开始 议员审发会就要求相关单位 针对这一段的步道进行改善 而立章也说目前的地砖铺面 时间一久不但有破损 甚至长青苔 下雨天湿滑 连自己都滑倒过 就是要不然这个很滑 已经摔了很多人 我本人也摔了好几次 这个凤幽会涨潮很快 也没有经贵说来除草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还有一些义工来做的 安全上也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那里的这个青苔 跟这个杂草实在是长得太多 平常里长很辛苦 在那边清 但是还是常常有人在那边滑倒 受伤很多 那因此我们也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努力的争取 希望说这一段能够打点赶 整个能够改善它的扑面 只是究竟何时改善 地方很关心 议员审发会也紧盯进度 目前市府水利局给的答案是 过几天就会进场施工 不过上头人孔盖的问题 得要先解决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路中间有一条大牌 有那个路孔盖 本来那个水利局说要把它铺上去 但是那个我们那个工所说不行 因为那个路孔盖铺上去的话 里面每年要清的话很麻烦 就是要去挖了 现在水利局公所那个协调好了 可能才可能铺啦 那这个水利局现在同意 会以开口合约下去做 如果天气好的话 预计五月就会进场施作 五月之前就可以完成 如果只要不下雨 那当然这个接下来还有梅雨 还有春雨 牵涉到季节文 在这一两个月内 我们就会把它施作 把这一段能够改善成这个 柏油扑面 基隆河沿岸风景不错 早上黄昏都有许多人骑自行车 或是散步休闲 接下来市府将针对南洋桥 到中心路这一段的扑面 都改铺上柏油 保障安全 骑自行车也更舒适 介绍惠林 细子采访报导 继继继续